我们来到马六甲,我们就开始在马六甲生根发芽 推广人文教育23年马六甲慈季已获得民众认同 而今更进一步即将开办国际学校 在大爱电视台看到慈季做很多好事 78岁的黄春兰阿嬷知道慈季要盖学校 马上和孩子捐出一间房子作为建设基金 因为我也问过所有的兄弟姐妹 他们都讲好啊,建给基金真的是很好啊 很好啊,可以做学校,可以改天有小孩子读书很好啊 妈妈为什么没有想到要把那个钱留给孩子呢? 不要留给他们了,建给师基他们的子孙也是好嘛 为教育带来希望黄春兰阿嬷给子孙留得,还有智慧 大爱新闻,李佳佳,宗建民,马来西亚,马六甲报导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